接下来我们想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突然有一笔十万元钱摆在你的面前 而这笔钱是意外捡到的 你会怎么做呢 大家呢不用急着给答案 来看看扬州的高先生是怎么做的 高先生在扬州东花园附近开了家手机店 15号晚上8点左右 他正准备打样 发现前台放着一只黑色的方便带 发现有个黑色的方便带 方便带呢 然后我们打开来看 里面都是现金 粗略点了点 足有十万块 高先生赶紧调阅监控 发现此前有一位顾客 拎着黑色方便带来办理过业务 可是这位顾客只是请服务员换了张卡 并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情急之下 高先生将信息发到了朋友圈 听我朋友圈发 也没发现认识这个人呢 发朋友圈没起效 高先生随即向辖区派出所报警 由于没有留下任何身份信息 民警也犯难 不过细心的民警发现 这些钱上都绑着货单号 于是他们灵机一动 根据货单号进行查找 经过民警联系 施主王师傅急匆匆地从海岸赶来 高先生将封存的十万块钱 如数交到王师傅手中 王师傅介绍 他是披州人 在蔬菜批发市场做生意 这十万块钱是用来进货的 不成想去手机店换卡 一时大意忘拿了 钱丢了之后 王师傅一夜都没睡着 没想到这些钱 失而复得 让他喜不自禁 乌汉用语言来表达的心 要做个样种好人 做的事情不灭 还像狗老板那样